闹大了 宗富力被前员工举报侵占国有资产 官方回应来了 网友 好熟悉的味道 最近 国货之光娃哈哈有点不太平 宗老离世才几个月 宗富力就被逼得辞职了 理由是 集团其他股东嫌弃宗富力管理能力不行 主要表现是 宗富力自从接手娃哈哈集团以来 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中层管理人员几乎被换了个遍 导致下属员工对他非常不满 4月20日的时候 网上就流传出一封举报信 举报宗富力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 举报他的正式被他开除的前娃哈哈员工 估计是中层管理人员 该员工表示 宗富力在宗老病重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布局 将自己百分百尸骨的红盛集团管理人员提拔到娃哈哈集团 把之前的老员工慢慢替换掉 宗老离世以后 宗富力联合外资建厂 将原属于娃哈哈集团的订单转移到自己的工厂 大大侵占了娃哈哈集团的利润以及员工效力 以前大家一直以为娃哈哈是宗老的个人资产 其实不是的 虽说是宗老自己创立的品牌 但国有资产占股高达46% 宗老仅占股29% 宗富力这么做无疑是在侵占国有资产 遭到前员工的公开举报 但网友们绝大多数还是倾向于宗富力 认为宗富力作为年轻一代的管理层 肯定是想要企业创新 这无疑会损害不少管理层的利益 因此被人怀恨在心 目前 宗富力已经辞职 对于检举新一事 官方回应并不清楚 而网友们却担心娃哈哈会变成下一个太子奶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宗富力真的退出了 那么大家还会支持娃哈哈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